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 人家俊 繼續備神會的任務,上集我們就已經看完那三件武器的資料,現在我們再發掘一下 首先我要取得這個徽斬分析2 接著我應該要回到外面那部終端機,再找一些資料 我想應該這三個都是,首先看這個美影裝置元件 隱形小子教我們去哪裡拿 抗業公司就可以拿到幻露生燃氣 接著是歷史之劍 在白泉總統別館就可以找到 如果跟任務指示去白泉,其實20級都很危險 最後武器研究 戰前軍事紀錄顯示 在舒格格羅夫就進行過電磁墨充武器研究計劃 所以我們就要去找一些研究資料回來 再送去生產設施處理 為什麼一進來爆炸 發生什麼事 應該和我進來沒什麼關係 還是打手笑教他剛剛有什麼故障 幻露生燃氣 原來收起隔板裡面 換開鎖技能 我需要拿的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幻露生燃氣桶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 不過他有沒有有指示告訴我們知道可以拿到 就是在這裡拿 之後就要找隱形小子 以及歷史之劍很多東西找 我已經來到白泉這裡 就是一些狂屍鬼常住的地方 現在這間房間應該是有權有勢的人住過 所以現在最漂亮最大就是這裡 我們要拿的就是這把劍 怎麼開呢 在這部機器拿 不是介紹的,歷界總統 自助盜藍 沒有理由 應該不是這些 怎麼才可以拿到一把劍出來 要找到一個終端機的密碼才可以 可以 我找到隱形小子了 以及總統府的密碼原來在這裡 應該就可以拿到一個歷史之劍 一個地方做了兩樣東西 展示櫃開啟 展示櫃開啟 還有一個遙控門 但沒有特別,開不了 接著我們拿好錄音順便聽聽 好嗎 這就是黑湖地圖 我們最近有問題 我們最近有問題 寫著我 有訊息嗎 這兩者的兩者都已經好 我們贏了幾個男人 但沒有像以前 我們贏了幾個男人 老闆說他會拿你的交易 終於 真實 真實 我沒想到 你和我一起在世界上 你拿著紙紙嗎 還未來 找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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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你可以做這個嗎 Lewisburg 對 Carrie's gang 是在那邊 好 我決定 任何其他地方 沒有 我們好 再見 好奇怪 古兵卡 但很明顯不是總統錄 還有是有預謀的略奪計劃 再看一次 不知道為什麼櫃好像未開到 是不是已經開了 完成 完成 這把就是格蘭特的劍 這把就是格蘭特的劍 真的就是中國軍劍 而且沒有特別 是LV1 之後我們就去第三個地點 這個舒格格洛夫 以為一進來就聽到 打獸先生說要洗澡 他可以洗澡嗎 明明就是這個機械人 看到了 先收拾 進階研究終點機 我們應該要選擇研究計劃 其實這裡有很多東西 不如逐樣看看 首先就是蟲 垂直升降機器人的攝聽網絡 原本就是製造來暗中傳取敵軍的裝置 進入主機系統和抽出關注的資料 尺寸就差不多一部 加用轎車這麼大 這麼大的機器怎麼隱密 接著紅級 之前不知道是什麼地方聽過 它的作用其實都是偵測用的 可以壓縮資料 抽取資料 再分析 是有用過的 已經移交了 可以達到200比1的資料壓縮比 但是卡帶就成本狼的 哇 一餅全象卡帶要1500萬 這個技術很貴 到左外 在一個電磁的抑制力場 可以減輕加碼輻射 但是產生力場所需的能量 會以指數成長 要防護20英尺寬的區域 需要能量等同於三座工業用核子反應器 難怪都沒有用 然後探射燈 微終止默充發射器 可以遠距離掃描敵方的設施 在6月22日實施了一次實地測試 測試造成的傷亡 多半來自掃描引起的突發性集體發封事件 不是,這個很有軍事潛力 為什麼要撤銷它 最後墨充式電磁墨充武器的開發 這個EMP武器的資料比較多 可以癱瘓或者摧毀炮塔機械人 總之EMP武器對機械人的電磁設備有絕對破壞力 就等同於高空的核霸一樣 首先是研究日誌 第一份 第一份 就做了四次測試 每次試射之後都要分架機械人 再分析它的損壞 其實不用整個機械人 最重要是核心的部件 第二份 找到可以自動化測試流程的方法 即是按住按鈕就不用自己試得那麼辛苦 第三份 需要的資料已經有了 但是就埋藏在58部熱到無煙的卡帶機裡面 這個自動化的測試程序已經消耗了整個基地所有的資料儲存容量 以及足以讓阿托加運作一年的電力 比81副裝甲更多的原料 這個研究計劃我想都頗難進行下去 最後一份 什麼都找不到 沒有辦法傳取所有的資料 不要說分析它了 最後拿到一餅價值連成的紅級專案卡帶 大家記不記得有1500萬一餅 究竟那餅帶在哪裡 還有研究資料 莫非就是這餅 打開 不如先找一餅刺的卡帶 要不然就用不到 難道保安室 幸好我邊潛衡 邊索敵 如果不然進來熔不易讓它一下KO 在分析師的終端機裡面 紅級專案 先拿餅卡帶 其他的我想我們都不用特別看 因為之前好像都看過了 有興趣的就按一按停來看 回來我們按再入全像卡帶選擇這個紅級專案 下載 都炒得很快 閃得 接下來我們只要回到基地那邊就可以了 好了我已經回到基地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有沒有這件事 又不是用來製造機中端機這邊 其實是不是需要用 修補工作台來做些東西 又不適合我們不是製造這個物品 是這樣的 這把劍可以了 原來是要在這個武器的工作台上 裝一個揮斬分色而上去 接著我們就要用這把劍殺死不同種類的生物 一共要六種 我想都不是這麼難 又了又了我們在這個製造機中端機 應該就做到環境裝置了 完成 接著圓形機那裡我想應該是要再入全像卡帶 再找回這個紅級專案 上載 這樣就可以製造到這個沉落之星 就是這支佐倫手槍 是LV25 微影裝置就是這件 其實跟隱形小隻的樣子一模一樣 不過它就可以令到附近的生物陷入狂暴 還有令到我們幾乎完全隱形 最後弄出巴斯特之印 好,完成 不用再用那把垃圾東西了 接著我們可以登入晉升 先出去 先出去 選擇我們這個未知的使用者 應該已經進升了 再聽探子的全像卡帶 其實它給我的東西真的沒什麼用 一會我就會拆掉它 接著它給它 I will be proud to welcome you into our ranks 原來要升級都不是那麼難的 看看他這次給我們什麼任務 滲透歡樂谷 歡樂谷之前我們去過 再看看這名歡樂谷的卡帶 三更多的姨姨死了 The Raiders seem to know our every move We need someone to infiltrate the Raiders stronghold at Pleasant Valley Find out how they know about us and our plans Do whatever you have to do to stop them And get out alive If you can If you make it back Report to me in my office for a full debrief This may be the most difficult mission I've ever posted But it's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The future of the order of mysteries depends on your success Good luck 歡樂谷這個地方其實我們就去過很多次 那些掠奪者和被神會的人應該都死光了 我已經去到歡樂谷的入口 這裡當然就有大量的福斯人守住 不過沒有難度 在我們的脫高 在我現在這麼重火力之下 是非常簡單就可以完成到 但是我們 很多東西要聽 還有其實我就算不潛衡都沒有什麼問題 你看 基本上你用VATS模式一秒就可以殺了他們 搞定 搞定 看看第一扒帶在這裡 不是帶來的 有一張字條 就是路易斯堡的埋伏 他是打算埋伏一班女生 到前面這裡 上層 這裡有一張是什麼 哈維的交易 有血跡在上面 還要準備好應該是火箭炮來對付被神會 不需要這樣 這些人真是變態 下面還有 這個位置 刺客 殺死那些人的居然 只是幾個奇裝而復的女生 你看看小他們 因為他們 受過是很嚴格的訓練 這張 到這張 你們打我,只是拔痕 最後,布羅迪說他的女人把事情做好了,卡帶在他手上 去他的房間找一下 終於可以解決這個避神會 之後我們就要過來這邊 就是剛才說的那個隱藏的房間 我想是 鎖住了? 鎖住了,我們就自己建門 應該是這裡 原來我們過來開門是這樣的 再看看這個 又是鎖住 歡樂谷內網備忘錄 如果有人沒辦法登入自己的終端機,就去公佑室找我重設密碼 即是我們要去那個什麼公佑室 這部應該是做不到的,但我們試試有沒有技能可以進去 因為沒問題 只要我們裝回一個害客 專家級害客和大師級害客就可以進去 不過進去我們就需要解碼 這個難不及我,因為我的角色現在的視力很高 密碼就會簡單很多 將而除淨兩個 撞中 接著我們就看他的內網郵件 應該有這麼多東西 由86年6月9日開始檢查點大屠殺 即是說他們的獸站被一個女生摧毀了 接著分內進度 要追數 跑數跑少了200個瓶蓋 以及因為這個神秘的埋伏失去了8個人 到約定 羅斯會派5個人 去殺麥斯維爾準備想要的埋伏 最後他應該是成功了殺了一個被神會的女生 成功 托蘭斯就升級為中衛 以及會帶七人組成的團隊 還有黑鑽山屋的個人套房這麼正 失敗的話就會降級 之後就到屎普路斯原憂埋伏 跟一個女生說接受他的提議 如果可以將卡帶送過來協助 這班人徹底剷除被神會的話 就要什麼有什麼 到寶庫 這班人是會突襲莊園的 但是我們一開始已經聽過 突襲莊園的時候掠奪者應該死了很多人 最後收尾 收尾要乾乾淨淨 去世界之丁辦公室報告 原來是割後幫人來的 接著我們看看如何抄襲密碼 是奧利維亞寫的 為什麼奧利維亞要這樣 這裡還可以登入歸避系統 檔案庫那裡沒有特別的東西 只是可以用我們的密碼去登入 接著讀我的檔案 原來把裡面的東西補充了出來 發放紅級磚安全寫卡帶 接著我們就可以回到會長的辦公室 接著我們用奧利維亞來登入 我們應該要選擇授權傳取會長的辦公室 這樣就可以進去 先選我們自己 這裡我看就不像有收藏其他東西 會長的辦公室在這裡 第一封是奧利維亞寄出的 覆蓋了龜避,將它交給掠奪者 之後垂秋就發現了 它要燒掉這裡的一切 如果還想看到奧利維亞的話 就去特別地點跟它碰面 個人日記 首先就是82年8月2日 說到這個應變同盟 夏天的時候這個地區強度很少 訓練就很順利 這個時候其實它都很正常 接著到12月 這裡應該是說掠奪者炸了水壩 83年3月 整個冬天就調查掠奪者的位置 發現了他們很多的檢查站 追擊哨 一年半之後 奧利維亞對葛拉罕前哨基地的特集完美無缺 不過就沒有報導 之後它到處掃蕩不同的巢穴 那時候還帶了一個女生去 就是垂秋 接著86年2月8日 發現了克雷尼莎的屍體 6天之後 就煩惱要不要跟這個應變同盟 又或者鋼鐵兄弟會結成同盟 到86年5月22日 因為升了伊芙做新的學徒導師 所以奧利維亞就很生氣 6月1日 這個時候就覺得 奧利維亞負擔起遠遠超過她份內的工作 經常都很忙要出去 到86年7月24日 已經三年了 做了幾百件任務 死了兩個女生 接著奧利維亞找到艾莉的屍體 86年10月7日 開始有被神會的女生被殺 接著86年11月10日 又死了三個 這個時候其實奧利維亞應該就已經反叛了 11月18日 難道已經發現了 然後我們要找出碰面地點 出勤表這裡沒有 找到奧利維亞的終端機了 我覺得應該在這裡可以找到她跟別人見面的地點 首先就是個人日記 第一份就說 不會再去露營 以為媽媽是在計劃某種驚喜 誰知其實真的不去露營 那就失望了 第二封 其實這個時候她還是很崇拜過媽媽 但她就介意收養了一些孤兒 九幾年之後 84年9月8日 看這一封開始越來越不滿 總之媽媽做什麼都不對 86年2月10日 就說黑雷尼莎是因為一個沒有意義的監視任務而死 到86年5月22日 她就說自己已經殺了超過100個人 襲擊了很多地方 她又覺得大家需要的是跌在 需要領導人 應變同盟太若這個是事實 兄弟會只關心她自己 這個也是事實 她覺得自己避神會很強 但是就躲起來躲起來躲起來 反而她覺得掠奪者雖然難搞 但是做的事很實際 我覺得這個時候思想開始扭曲了 掠奪者裡面有一個認識的人 是以前住在旁邊的一個小朋友 藉著這個機會就想混入去 之後她就約了在白泉的舊別館見面 到86年7月5日 說著她們如何合作 有興趣就按停來看 到7月24日 原來是她親手殺死一些被神會的人 天袋伏擊的時候根本就殺不到那個人 9月21日 這個時候她就已經把龜臂抄到一柄打在上面 最後11月13日 就是因為擋住奧利維亞所以她殺了所有的人 我懷疑我中北 因為其實她已經說了會面地點就是歡樂谷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她一直都叫我再在這裡找線索 我想應該都不需要,直接過來歡樂谷看看 就讓我看看 終於被我找到了 這裡就看到 夏龍的屍體 還有太陽神之眼 旁邊就是奧利維亞,為什麼他們會死在一起 還在這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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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一種的一種 comic book fantasies 你不是一個人的 你不是一個人 你只是一個憤怒的女生 為甚麼? 無法改變 永遠會有更多 Raiders 因為他們正確 沒有英雄 這就是世界的敵人 那些強烈歷了 他們管 媽媽 我最強的 你做了我最強的 我終於生在黑暗 我終於玩我的部分 我做了我的選擇 我做了我的選擇 是時候我拿我的位置 在真正的世界 你真是更加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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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不起, Olivia 你沒有選擇 你沒有選擇 我對不起, Olivia 我希望… I wish it hadn't come to this A hero to the end Broody You can come out now God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at That's it then Yeah She was the last It's all over Give me a hand would ya Let's get out of here Sorry One last thing Broody What Now it's over 略奪者始終都是略奪者 最後結果他利用完你 就殺了你 最後我們就回到總部 成為正式的避神女 好 現在終於有會長的卡 我們登入 再看看怎樣可以 然後我們應該要管理行動 可以建立任務 但不能按 分牌 刪除都沒有 算了我們應該要進升自己的避神女 然後用回自己去登入 搞定 終於完成了這個任務 好了 但是獎勵沒什麼 我只看到多了一個拍照的框 還有剛才多了這個 太陽神之眼 那就是裝備 是否可以穿了它 最後之後就會扣在胸口上 原來 還有我們應該多了一些畫框 原來放在任務的避神女 那一共就有三個不同的畫框可以讓我們選擇 終於完成了這個避神女的任務 其實最後是蠻可憐的 如果一開始奧利維亞有些什麼不滿 早點說出來就好 結果整個組織都被律奪者剷除了 有什麼為呢 好了,我們今集暫時玩到這裡 下集繼續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